Vogue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Aileen You 游如同 懶人如我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利用睡前的五分鐘 製造隔天的隨性手播卷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洗頭 洗完頭之後頭髮不能吹太乾 吹太乾就只能做出稻草頭 那我們差不多吹到八九分乾的時候 就開始做邊髮的動作 邊頭髮其實看個人 你可以做一個大的一個邊髮 或是你可以做分兩邊兩個小辮子 這樣子的捲度就是一個人的選擇 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示範 兩邊的小辮子製造出一個 比較屬於中小的捲度這樣子 那好我們就開始吧 需要的道具有橡皮筋跟梳子 那其實橡皮筋需要兩個就可以了 因為我今天就是要做兩個辮子 這裡有很多教學都是要看個人的選擇 那我蠻喜歡我的髮際線就是中分這樣子 然後旁邊是卷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以這樣子的分線 來做編 編頭髮動作 我們今天要編的就是三股貼頭編 所以我們就把頭髮分成三個 三小撮 然後你每一撮當你要把它編到中間的時候 然後就抓一些旁邊的頭髮進去 那編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抓的 你要抓的頭髮的量還有緊度 這樣都會影響你隔天 它頭髮出來的造型 然後這部分呢 我就是覺得需要自己去慢慢摸索 因為其實你差一點點的捲度 隔天都會有很不一樣的效果 那其實這樣編一編很快就編完了 所以熟練的話根本不需要五分鐘 兩三分鐘就可以搞定了 接下來就是另外一邊的部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我還蠻喜歡綁這樣子頭髮睡覺 因為這樣子就很乾淨 然後不會一直有頭髮黏在臉上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睡前有時間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做一個簡單的編法 我也不需要照著鏡子 真的到手臉的時候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綁出還蠻漂亮的墊子 就綁到這裡 那髮尾的話 有時候你還要很Q貓的髮尾 所以就這樣子吧 捲起來 這樣子睡覺然後呢就等它乾 隔天起床就可以擁有自然的手撥捲啦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效果吧 好的 現在是第二天起床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頭髮是什麼樣子吧 其實我會開始這樣子綁 是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公主頭 所以我媽在睡覺之前洗完頭就會幫我綁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很隨性手撥捲 那像如果要做一個馬尾 後面就有一個很自然的一個歐美風這樣子 然後如果是公主頭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浪漫的公主風 對 其實就是非常方便啦 因為只需要利用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睡個覺 隔天起床就可以飄飄冷冷去 對